大家好我是嘉宇 歡迎收看鞋港人生 我是巴 大志 好 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要聊的是所謂的 相信大家玩鞋玩這麼久了 總是會有一雙自己的幸運鞋吧 那大志你的幸運鞋是什麼呢 我的幸運鞋 我的自己的感覺就是 我穿新鞋子的第一天 就是我最幸運的那一天 因為那天心情最好 然後感覺最棒 我有朋友每次穿新鞋就下雨了 喔 洗車一樣的概念 因為他叫淋雨啊 所以當你不幸運的時候 你就會想買一雙鞋來穿嗎 是這個意思嗎 是啦 是啦 所以難怪會成為Ariah一個的大志 滿滿的鞋 好 那一把 你的幸運鞋是哪一種 幸運鞋 最近穿的PULIP是 都是COPE系列的 打球的話 如果那天是 就是因為有很多雙的 就可能今天打COPE 欸 打比較久了 今天穿COPE 打不久了 所以後來我打球 我盡量都穿COPE 所以COPE的鞋是你的幸運鞋 我的部分呢 我的幸運鞋是 Nike的那個 熊貓鞋 對 我每次穿上熊貓鞋 我都會覺得 今天的衣服穿搭很棒 然後整個就覺得 非常有自信 然後出去以後 你就會覺得 你今天充滿了幸運 這時候會這樣 真的會 有時候今天穿就是覺得 譬如說 穿搭拿不過來 對 這邊我的球員 所以覺得今天 我不好 打不好 打不好 這就是有點向遊新生的概念 向遊新生是不是 我今天開心 我就覺得很棒 講到幸運鞋 為什麼要做這個題目 你知道嗎 因為你知道最近都是尾牙擊 然後呢 有一個都市傳說說 你只要穿紅色的鞋 哇 從那個紅色的內衣部 到外顯 紅色的鞋 聽說會增加重獎的機率 你有聽過這個傳租嗎 其實真的有 因為其實 我們那個時候 當然有幾個都市傳租 就是 孕婦嘛 然後再是 小孩 對 然後穿紅內褲 對 這兩個 是最明顯的 那大概就是鞋子 跟整個身上一樣穿紅衣服 這幾個是最要素的 因為我真的有試過一次 你真的有 就是我穿一雙紅色的鞋子 然後穿紅色的外套 那一個都還不錯 然後紅色的市長褲 我們把它還沒有買到 好啦 那你有沒有推薦哪一雙紅色的鞋 如果要買鞋的話 如果其實最近的話 因為其實當然 紅色的鞋大部分來講 當然市長的鞋也 但是我覺得 我也比較推搭配的鞋子 像 最近 Lilus賣的很紅的 Sanba的鞋款 或是拿Zell的鞋款 這幾個黃色其實都是很適合搭配 而且它紅色的全紅 然後Sanba的擺子是 所以就是非常好搭 也是在這個時間點 算是非常適合 是很適合 那一把呢 有推薦什麼紅色的鞋子 大家可以入手 我們的老人一樣 推薦 Cherry啊 Cherry 那雙也蠻好看的 那雙也蠻好看 我覺得很喜氣啦 就是你 其實我覺得入手紅色鞋子也不錯 就是你尾牙提高 中獎日之外 你知道過年啊 就要穿喜氣洋洋的嗎 那你總不能把自己搞 一個紅包一樣 你可以身上穿得非常有時尚感 但是你的腳是一雙紅色的鞋子 其實也非常的亮 滿多人穿得變紅包 我真的有笑 不好意思 好啦 那AERA02的網站上 有沒有推薦哪一雙紅色的鞋子 想要推薦給大家 我們現在紅色的鞋子 就是剛剛我提到的 就是除了Sanba 還有上一集也有提到 就是Coffee的鞋子 因為剛好就是在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最適合大概現在去穿的 對 這幾雙是還滿 那特色的鞋子 其實最重要就是那個啊 我們現在像昨天上所看到的那個 最近那一集上出的 SB的肥天小明星的鞋子 等一下 講到肥天小明星 我要考兩位 你們知道主角有幾個嗎 幾個 因為我知道三個配色 所以三個 我叫幾個 有 全十個 我明白嗎 哈哈哈哈 好 那你知道三個名字叫什麼嗎 我跟你說今天這雙鞋放出來的時候啊 嘉儀跟小編 我們立刻就可以說出三個人名字 你們說得出來嗎 毛毛 花花 泡泡 泡泡 看還是有髮鞋做的 我知道 你把兩層鼓掌就好 我跟一方挺早就好 好 那今天鼓掌的這一雙 是什麼顏色的配色 是綠色 綠色是誰 綠色就是毛毛 蛤 毛毛啦 對 毛毛 對 綠色是毛毛 那這雙鞋裡面的一些細節是可以帶大家看 我們先讓它合體好了 因為我剛才看到我覺得最驚艷的就是 他的髮絲 你看到這眼睛你就絕對會想到毛毛 而且我覺得這顏色很好搭 但是剛才他拿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們有推薦粉紅色也很好看 對其實粉紅色 藍色 也好 欸 那在講顏色之前 大家都知道飛行小民有花花泡泡跟寶寶 那先來講這個鞋子的細節 讓你覺得驚艷的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個 美人小民他在做整個細節上是非常的完整 因為他或者是鞋子上面寫到美人小民的英文之外 他在鞋子的部分也有一些相關的圖案在裡面 可以看到他整個都有帶到所有雷電箱裡面的東西 我覺得他就是在做任何細節都有照顧到 那鞋盒的部分也有照顧到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整個像剛剛提到的後面眼睛 而且他每一個人的眼睛都在每一個人的後腳盆上面 好可愛喔 走到外面大家就會覺得好可愛好可愛 而且重點是這雙鞋不好買對不對 對而且他就是 因為他鞋型是目前現在最夯的SB的鞋型 所以我相信這個時候就是一出來其實是拿手拿好 剛才看到E8鞋子一直在穩喔 是不是可以分享什麼的感覺 有啊 是真的耶 不錯啊因為他整個材質 然後就真的有提升 像是一般的那個MMI嘛 然後就是用斷面 鞋墊上也有很多 而且還有這個LOGO 對啊 這個LOGO 這個LOGO是最近他有發的 之前沒有 而且他的那個 我覺得他這個 這邊原本他是用透明的嗎 其實透明的 對已經透明了現在你可能用這種 這種感覺爆破一點的 天啊就是超超棒的喔 對還不錯 超好錢 我剛剛一直在穩 我的小腳 其實小腳沒有 老實說 真的想買 其實都是這樣 早買早享受 萬買想折扣 小腳大概不到一萬啦 那 我要買 只會小腳可能就像嘉儀這種比較小的 25以下的 對 那25到27左右大概是一萬初左右 一萬中 一萬就是一萬五左右 那再上去我們這種尺寸的 這個價錢就是比較不得了啦 對 對 對 貴得到兩萬多塊 所以小腳福利 我們不到萬人就能入手 非偏小福利盡 那至於是不是哪個顏色 我回家去裹小腳 可以像那個Area02來查一下 你很拚耶 對啊很拚耶 好啦 等一下我要出現一頂 反正有關於非偏小福利盡 我只能說它是經典的卡 我們在結合那個DUNK的SB 那剛才其實大致跟E8 也帶大家看很多細節了 所以呢 其實這雙鞋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蠻值得入手 所以剛才他們拿出來的時候 我馬上就說我要買 我要訂 所以呢大概有關於在買鞋的部分 那最近這一雙也絕對是很推的 那至於要怎麼買 歡迎大家可以上Area02的 或是可以找E8 那接下來就要請大家 持續的鎖定鞋 剛好人生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 這個星星是誰 壞人 他多壞 就是個壞人 但是都會被那個小明星消滅 所以看來你很壞 呵呵